大家好 歡迎收聽網向編輯節目 如果各位有聽一聽昨晚直播消息 老許就很不幸就糟糕了 暫時這幾天都會由我一個人頂住 可能說得沒老許那麼好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在香港過去的凌晨真的發生很多事 想不到 日晚裏面有幾件事發生 首先說說 今天凌晨1點 警方在東九龍展開 賭破無牌酒吧行動 根據東九龍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 在新蒲江六合街一棟工業大廈的單位 竟然發現有無牌酒吧 並且染獲多達七十一瓶啤酒和十一瓶列酒 總值多達六千元左右 據說這個無牌酒吧的張勝負責人 就以涉嫌無牌售賣酒類飲品和無牌藏有酒類飲品作可販賣用途 另外也違反了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因而被捕 當中有十五男十女在場所裡 因沒有領酒牌子的廁所喝酒而被捕 說到這裏你可能會想到一點 當中十五男十女即是有二十五人 二十五人喝七十一瓶啤酒和十一瓶列酒 夠不夠呢?應該也夠的 但是小估不到 當中竟然有一位只有十三歲的小女孩 真可憐 真的見到這種情況我都不明白 這位小女孩的家長的腦袋想什麼 難道這位小女孩只是幫忙撿頭撿尾?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這位小女孩的父母真的可以說得上弱智 因為這樣而被捕 我自己也挺同情這位小女孩的 對這位小女孩的父母相信也要 勾勾她父母疏忽照顧兒童才對 還有這個無牌酒吧就在一處工業大廈的其中一個單位 我相信一般人如果你不自訂的話 你根本猜不到這個工廈單位竟然有一個酒吧 是有人介紹才認識的 還有開門給你進去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會不會有人篤灰呢? 看來這個機會都挺高的 還有一般工廠大廈都有保安的 夜晚有一群年輕兒子供上一個單位 也都很自然地被人懷疑的 以為租一個工廈就可以將她變成私鬥 這種想法看來對她頗為天真 所以這次被警方一舉倒破這個鬥口 就真是抵救他們死了 又是東九龍總區 不過就是另一隊人 這隊人就是職務隊 聯同機動部隊 就在觀塘的偉業街 倒破另一間無牌酒吧 昨晚東九龍總區相信都是忙了整晚的 這個無牌酒吧檢獲了十七支餐酒 二百零七罐的飲料 當中檢獲了一部卡拉OK 一套音響系統和一部飛錶機 二百零七罐飲料 是什麼飲料呢? 會不會是可樂呢? 又或者說迫分達等等的汽水呢? 而在這次行動 所拘捕的人 就只是有一男一女 就以涉嫌收務牌售賣酒精飲品 和無牌藏有酒類飲品作販賣用途而拘捕 同時也違反了檢疫條例 另外也有十一男和兩個女孩 涉嫌在沒有領有酒牌的廚所喝酒而被捕 有時我可能真的不明白 這些私鬥賣的酒是否便宜一點呢? 就算便宜,便宜得多少呢? 還有,你去這些場所 你還要冒著被捕的風險 那個代價也是非常高的 明明到處都有酒吧給你喝的 為什麼需要去一些無牌酒吧呢? 買的酒又不是什麼貴價酒 在這樣的情況下 倒不如在家裡自己喝好過吧 這麼貴賤的這些傢伙 所以這兩則故事就教訓大家 想喝酒就去一些有牌的酒吧喝 安安心心吧,是不是? 好了,回來再看看另一則消息 剛才我提及到東九龍總區 西九龍總區為了倒破這些無牌酒吧 可謂忙了整晚 但是西九龍總區那邊都很忙的 據說西九龍總區的交通部 執行及管制組第二隊 就巡經七咸道南和柯市顛道的交界 就透過這個自動車牌識別系統 就發現一架私卡車的行車證過期 因而立即是上前截停他 不過這架車竟然踩油加速 向著暢運道的駛去 不過這樣,很不幸逃經至安運道交界 也就是大約在港鐵紅磡站對開的彎位的時候 就炒獲金,失控 掃爛了四個鐵欄,還剷上行人路 嘩,你這傢伙真是 駕駛大膽車 駕到這樣的款式,好心距吧 據說司機姓劉 他自己竟然沒有受傷 但是炒了一架車,他仍然很驚青 立即下車,打算跑進紅磡車站 竟然想逃走 不過在香港地這個地方 地小人多的地方 你走得去哪兒 說真的,就算警察不追截你也好 去到第二天你都躲不到去哪兒 不過,警察一向來講,都是很快手的 他立即被兩前來調查的警員截獲 經過調查之後,他炒了那輛車 上面的行車證,九月就已經到期了 原來這傢伙連駕駛執照都沒有 最終他就以無牌駕駛 以及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 以及駕駛未獲發牌的車輛而被捕 目前相信都正正被扣留調查當中 這個姓劉人士真是很流 29歲的人,都就30歲了 還是猛成成的,無牌駕駛 考車牌有多難啊 你就考上車牌吧 還要駕駛大膽車 駕駛大膽車,技術又不夠 警察叫你停,你又怕怕青青 那麼就駕駛到車這麼快 炒一幕厲害 駕駛這些欄杆,我相信將來都要賠了 這麼愚蠢,這麼愚蠢的事 都做得出的 傳出去,笑都被人笑到臉黃 是否駕駛無牌大膽車呢 真是特別刺激呢 有時人蠢起上來 都真的可以沒有下限 好了,回來 另一則消息 就發生在長沙環 是今天凌晨3點的時候發生的 在荔枝角度和洞徑界交界的行人天橋底 竟然出現咸水管的爆裂 一爆,噴到水到處都是 據說,水柱噴到五米高 咬到整個橋底和附近的花蟲樹木都沖爛了 有如滔滔江水,二綿不絕,旺河氾濫一發不可收拾一揚 這樣,整條馬路都噴到像河流一樣 氣勢磅薄 不過,這個時候 水務處也緊急派員到場山水祭和搶壽 特區政府做事都很快手 尤其遇到這些突發事情 就算是凌晨3點都可以叫人出來 相信到現在我錄這節目的時間 那個情況就已經控制了很久了 不過這樣,會不會有區議員或者議員出來 都湊一下水呢? 相信這些情況都避免不了 有時候發生這些意外都沒有人想的 但當中我們看到,特區政府的效率也非常高 發生在任何什麼時候 都可以能夠派出技術人員去搶收 我自己認為,意外就沒有人想的 在這件事上面,我相信就無可挑剔了 有時候水管老化又或者水壓突然增加 都會造成這種爆水管的情況 能夠迅速搶收,這件事就沒事了 是不是? 好了,再講多單消息吧 不過這則消息就發生在昨天的下午 就在洪水橋發生的 據說一位中連漢被人攻擊 他就被三名疑犯拿刀劈 搞到這個男子 額頭、手和背部全身都可以說成身茄汁 突然之後這三名疑犯就立刻上車逃走 在香港做案很難逃得出警察的發眼 事後在屯門的警區就立刻展開行動 追測到三名年約30至40歲的 據說是巴基斯坦裔的人 並且起出他們做案時候的武器 據說被襲擊的這位姓鄧的男子 都一百年多,都57歲 是屬於元朗夏村的一名祖堂師利 平時就處理鄉村的租務事 意思就是經常去附近收租 收完租、喝茶、做這些工作都頗為粗重 平時他據說也喜歡駕駛車周圍停 而事發的時候 正正在巡視業務 突然被三名巴基斯坦裔的男子這樣襲擊 看來應該都是他的親家所為 估計他的傷勢都頗為嚴重 因為有些媒體也都在事發現場拍到城地茄汁 以及一些報紙廁紙的雜物在附近 說到這裏 再說一件都頗為搞笑的 在昨天下午六點的時候發生 有一名64歲的外籍男子 竟然踩著俗稱為風火輪的電動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風火輪 在香港玩這些是犯法的 我自己玩過的 當然是在新西蘭玩的 一般來說踩這些只要掌握到平衡就可以了 看來這名外籍男子真是不知道 以為香港就好像跟其他國家一樣 可以很自由地玩這些電動滑板 還竟然大搖大擺地在灣仔的皇后大道上面 玩這個滑板 當他嘗試橫過皇后大道東近金鐘道的過路處 就被一架的士撞傷 搞到嚴重受傷 並且昏迷不醒 隨即被送往律敦治醫院 然後也轉送到瑪麗醫院接受治療 不過幸好他目前仍然在留意中 情況都算是穩定的 經過初步調查就發現 撞到他的的士司機已經是71歲了 以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而被捕 而這位司機目前已經正正獲得保釋後查 而那位被撞到的64歲的外籍男子 相信都會被警方追究法律責任 根據香港的法例 任何人在道路、行人路、單車徑 使用一些未經登記及領牌的電動移動工具 就是觸犯了道路交通條例 以及汽車保險條例 一徑定罪可以判監十年和罰款五萬 所以就算你很想玩這些電動版 最好就不要在香港玩了 因為玩這些東西在香港是違法的 還有你這個白在馬路上大搖大擺這樣玩 這個行為本身都是非常之危險的 成64歲人都不知道死的 不過這樣警方拘捕得那位71歲的男司機 駕駛速度都是非常之快 好像在灣仔這些交通那麼密集的地方 開車開太快都是非常之危險 所以的士大哥有時開車都沒有開那麼快 要一眼觀測 因為你不知道會不會突然間有一個好像這樣的傻仔 踩著電動板亂在馬路上衝的 好吧 關於香港的話題就講到這裡為止 下節回來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話題 拜拜